为了要更控管客运或是公车司机的品质 交通部要求要业者对公车司机全面验尿 检验到底有没有毒驾 而三重客运集团出验了旗下四千多名驾驶 还真的发现有两个驾驶出现了毒品的阳性反应 要求自请离职 公车直直冲上了人行道 撞到了停在路边的机车 驾驶才惊醒 但这起意外造成了一死一伤 事后更发现肇事驾驶在一中内竟然有吸毒 交通部要求要对公车司机全面验尿 检验是否有毒驾 三重客运集团出验了旗下四千两百三十五名驾驶 还真的发现有两名驾驶出现毒品阳性反应 依法是不可以再提供驾驶勤 但是我们跟他沟通以后 他们就自请离职了 另外为了要减少因为死脚而造成的意外 现在客运和公车也要全面加装 先进驾驶补助系统A-DAS 希望可以减少汗室发生 驾驶驶公车都会配置这种A-DAS系统 只要人或车在靠近车子1.5米之内的话 那么车子就会发出这样的警示声响 一旦驾驶听到了警示声响 就会特别注意左右来车还有行人 而过去意外中还有这种疲劳驾驶 打瞌睡或是滑手机 现在也有仪器可以帮忙提醒 另外在国道客运驾驶座前 也有死教提示和路线偏移侦测 客运公车的行车有关大众安全 种种预防措施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提醒驾驶 减少汗室发生 华日新闻庄云洁 李希腿台北报道